有好好通盤檢討過嗎 還是吉安鄉從來沒有縣長 只有復崩祺上來當縣長 花蓮縣才有縣長 才認真的執行都市計畫 通盤檢討 你們私信於移民嘛 當然鄧子余那時候不是建設促場 你經常私信於移民啦 誰要去繳啊 搞不好這次做一做又不做了 誰要去繳18萬啦 才會導致於 兩個系統的對抗 公部門希望做 老百姓想做 希望有美好的住宅 有綠地 有公園 也不喜歡住在這個工業區那邊吵吵鬧鬧 突然間來了一個 噪音什麼又要檢舉 但是你有沒有想過 你們這樣的行為 導致老百姓會懷疑啊 會恐慌啊 要不要做 93年大概要10年了 那時候也公告 兩年是不是就要沒有完成 還是要回到原來的 情況去耶 你也比我心知肚明啊 好 建長這一次呢很積極的要做 本席有非常的期許能夠完成這樣的一個 一個住宅期的一個進步的觀念 但是老百姓就會想啊 這一次的公告是要變成18萬一瓶 你們裡面就恐嚇老百姓 你自己當年不繳 你現在不繳 你下袋繳更多 我們身為那邊的議員是非常 心情非常的常常給他們打來啊 哭啊 講不起啊 你曉得一瓶 18萬 他現在兩樓三樓 他只要地坪30坪 他一個人就要繳快100萬 一家人 那還有所謂的建城區跟宿地區 建城區的人認為我當初做這個工業區 就是因為我買不起 這個美輪嘛 美輪現在有工業率非常好 一坪20幾 我住在那邊 一開始去住兩三萬 容積率230% 建幣率70% 非常好 一家大小住到那邊 聽聽這個噪音 因為我們家比較辛苦 所以可以住在這邊 那政府的美意現在變成60%的建幣率 100%的這個容積率 那你們的美德是說 那這個換回來之後呢 剩下的呢 多餘出來的就變成 101年公告4月之公告 就不像回建 列管 被查就可以了 還要再繳100多萬 這是什麼樣的想法 也許 不夠周延 但是也許 你們有你們需要趕快完成的時候 但是我還是希望 追住宅區 有分了那麼多的區塊 有的 你們之前呢 93年呢 他的整個細部計劃檢討 跟現在也完全不同 老百姓不只要適應這個價格 還要這個 適應這個你們整個的看法跟開發計劃 還要重新 瞭解 我家怎麼變成綠狼帶 我那天也跟你講過 如果綠狼帶 那是現在是完全資本主義啊使用者付費 要他後退 剛現在跟我溝通他願意只退3米5非常好 但是 使用者付費我也在講你3米5願意變成公共 公共設施嗎依法徵收依錢徵收嗎 願意嗎 還是把它納入一個一個一個考量 願意嗎 我家給他當綠狼很多人說為什麼他家沒有我家變綠狼 現在的土地政策是很進步啊 並不是因為說 退縮的部分啦 退縮部分他可以記錄法定空地 是那是依法徵收嘛 那個地震 地震處長請站起來一下 到前面來一下 請問你 到現在為止還是被告 公路退寬 到現在 你們的估價單位 那個效力這差的不得了 喔 你們估價的時候 政府徵收一瓶18萬 廣漲整整接近 內政部的百分之 你剛講的 要求的百分之30 你的達成力 你給我看 105年 達到百分之90的 滿意度 那你們徵收的那個土地有沒有給人要那麼高的價錢啊 沒有 報告有議員 好現在徵收是用市價徵收 是你們有嗎 你們有嗎 那公路 你跟我討論過你完全不肯 你就說他的稅金要很高 報告有議員 公路局是委託 你再跟我狡辯吧 你就只會狡辯 你難道會是反省 為什麼公路局光是這樣的奉信段 一年了就為了一個人還在你們那邊上班 吵吵鬧鬧 不願意簽 我剛剛說專業性不足你們竟然讓他亂 他只是法定計程三十分之一耶 然後你們徵收土地錢給人家 一個中正路那天那個 那個潘議員在議里啊 他路邊他就要求五六萬 趙林鄭奉訊你文明院旁邊才徵收人家兩萬五啊 你們是怎麼回事啊 等一下講 你一瓶十八萬喔 你任意給人家一瓶十八萬嗎 你跟他徵收十八萬 那你願意十八萬買人家的地嗎 你願意嗎 你只告訴我 美中地他都有不同的價格 你明明知道我在講什麼 那你們就不要公告十八萬一瓶嗎 我發現你也很會變啊 那表示你腦袋也是靈活的啊 不是僵硬的嘛 如果建成區 要你 人均率兩百三買回來啊 你們那麼厲害你們就去搞 我不要了 我搬到售封去 我沒有那麼錢去繳這個一兩百萬 你願意跟他 依這個市價十八萬買回去嗎 因為縣政府這邊 希望把這個市價部分的十八萬 收回來 貸金 那你們願意十八萬給他買回來嗎 署長你願意嗎 不要告訴我什麼什麼期斷什麼的 現在公告就是這樣寫 你願意嗎 沒有他回答 你願意嗎 謝謝 謝謝有議員 因為 這些土地都是住宅區 告訴我願意嗎 條例 依徵收條例是不得徵收 謝謝 那剛剛說 講的退縮那是指法定空地 願意十八萬徵收嗎 如果這個區域要徵收的話 那當然市價有達到十八萬 就以十八萬來徵收 謝謝 那你為什麼公告講十八萬 你沒有好好叫鄧子余嗎 鄧子余聽起來你有很大進步空間 發言這個部分是 因為涉及到他那個比例的問題 那就是 比例的這個問題就是 其實他在93年的 西部計劃 發佈之後他的那個規定 就 到現在目前都沒有更改過 我再次討論地價 對那這個地價部分 因為年度的計算 我們也依據他 主要所以 我是問一個假設 地震處長他就不願意回答我 願意嗎 那實價登陸 為什麼鄉下實價登陸的價錢這樣 你為什麼不願意依法徵收 跟我討論了半天 然後你把你的地震報告書告訴我 你的地價全花連線 才用53處 來平定地價一個點 那你現在怎麼回答我 因為地價他的 他的方位位置不一樣 價錢不一樣 那全花連線只有53個地方嗎 包括議員不是53個地方 我們現在住一住台區 我希望 花連線你弄成 每一塊都不一樣 那可能是 上億 上億比了 你目前公共性質的定定 是用區段制的 所以你認為你的看法都是正確的 不願更改是嗎 處長 你的地價你都是沒有瑕疵 零瑕疵百分之百對是不是 當然我們還需要再檢討 有需要改進 有檢討過嗎 你有檢討過嗎 有檢討過嗎 謝謝每年地震事務所都會檢討地價區段 有嗎 有 在哪裡 我還有我還有20分鐘還會繼續問這個問題 我可以請各地震事務所提供 每年檢討地價 就是你意外表覺得你完全沒檢討 今天才在這個址上講這個話嗎 如果有不足夠的地方我們改進 改進過嗎 你這個老百姓的土地 一塊一塊在家收收掉 你都沒有給錢 你們改什麼進啊 那個人事處 你去把他看嘛 那個公路 整個公路徵收 他有沒有意義規定 一百零一年的 實價實價登陸的價錢去徵收 有沒有嘛 屢實氣壯 毫無反省 花蓮的土地 會變得那麼便宜一直很窮困 就是地震級坐駕做得很差好不好 徵收人家 鳳凌鎮地震事務所 休息10分鐘 休息10分鐘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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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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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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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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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 感谢观看 感恩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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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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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恩 感谢观看 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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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提了很多建議案 以及澄清案件 去年跟我們馴服員工共同了 在南區 不管是熱稅也好 不管是玉璃也好 還是熱稅跟護理箱也好 四個地方 跟我們馴服員工會堪的時候 真的 真的很辛苦 真的很辛苦 我特別在人事處業務報告的時候 提了這個議題 也非常謝謝人事處處長 這個書面的報告就馬上提出來了 為什麼我特別在這裡提這個事情 我們馴服的員工 早上九點半 快者九點多 從縣谷到南區 已經是幾點 是十點多 甚至也快十一點 當要匯刊主義箱 三到六個案的時候 已經是幾點了 下午三點到四點 我可以跟幾處的處長報告 我們中午都沒有用餐 拍到十二點半 一點的時候 我就跟我們員工講說 我們下去吃個飯一下 他說 報告議員 為了要打這個會堪 沒有關係 我們忍耐 過去本系也是公務人員出來的 我當課長的時候 我可以跟各位報告 我每三個月 我的主管加級 我都會請我的員工去吃牛排 這個就是我對我同仁的一個愛跟用心 同樣的 我們幸福員工到南區會堪的時候 是已經幾點了 所以我在這裡也請人事處 這個已經回答我了 這個兩點 他這個是依照這個 出差的一個第四點規定 這個折承到哪裡 一乘結醒 我的意思說 凡是我們幸福員工到南區會堪的時候 希望是他的會堪的建樹跟重要性 可以他兩天的一個出差 能夠在南區那邊住宿 可以報議會跟住宿會 這個部分人事處已經打過 非常謝謝 這個請人事處這個簽出來之後 就是發放到各級處 讓每個處長跟局長知道 未來如果說到南區會堪的時候 就比照一次點這個規定來辦理 第二個我救教的就是人事處處長 最近幾年 我本人 最近幾年我們 一般行政機關 一般行政機關 退休的 正式員工很多 一個機關為了要推動他的業務 必須要應勤 業務這些人員 業務跟聘員這些業務人員 這個應該是組織任免組織科 沒有錯 我們要探討這一點 一個大學畢業 不是正式公務人員 也沒有考上公務人員 一個大學畢業 他在大學的時候 有讀過跟科系 跟業務科系相同 好就引進他做 來做一個懲辦的 我記得 我剛也跟人事處處長聊了 過去我們那個年代 在公務人員第一個 考起了之後 我們要說是 我到那個神訓團受訓 職前訓練到神訓團 第二個階段是 當我要接手這個幹部的時候 同樣的也是到神訓團受訓 做一個言行 好現在的環境 因為就是沒有正式的員工 來彌補這個額簽 切額 大量引進了 一些業用的人員 請問 這個人交給一個重要的一個業務 還有一個專業的一個業務 放不下去 連公文都不會簽 還好是用電子信箱 傳送公文 簽的時候 尤其是簽的時候 同樣的跟信服同仁 就是他到南西會堪時候 不管他去會堪時候 他已經回來簽 內容啊 也不下去 為什麼 因為他不是正式公務人員 好那個沒有關係 合成人事處處處長跟 行政研考處 行政研考處所有臨時人員 一年舉辦兩次的一個 援簽 之前 之前 之前一個承辦的一個業務的一種修練 沿織會 這個請處長跟兩位處長 能夠 你們兩處協商一下 我们怎么去推动 怎么去执行 延续这个过程 为什么 未来对我们这个机关 是有很大的帮助 尤其是人民的申请案件 放在那边 不晓得怎么去处理 有没有办法达到 下面的需求 卫生局 谢谢林局长 包含前任的 及乡民局长 把我们卓乡的 最英修的职地 成智委主任 教会我们卓乡卫生所服务 抱歉 我在这里特别跟机长说谢谢 为什么 陈智伟主任是 我们卓乡相不容卒的子弟 他是一个非常亲切 认真 语言上跟老文家可以沟通 陈主任志伟 陈主任他是从一月份开始到今天 我是去看他们的看诊的一个数字 过去我不是排斥汉人了 过去汉人在那边当主任的时候 现在我们自己录农组的子弟在那边看诊的数字 差距很大 为什么 因为这些老文家 他只会讲母语 所以他就面对自己的职地的时候 他就可以沟通 所以这个部分 这个谢谢林局长 居长我可以请你到报告台吗 好谢谢你 这18秒 好了好了没有关系 好请回座 请回座 不好意思 未来 博生所的运作 我还要跟局长探讨 好谢谢苏忠亮议员的执行 上午的会议非常谢谢 部分局县长 率领的局处长 还有各位议员的一个例领 下午由七永双议员 林中坤议员 庄之财议员 办顺序执行 敬请各位议员准时出席 上午的会议开到此为止 上会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